所以我们想量质量的时候 我们想量质量的时候呢 想量一个巨大 一个比较说巨大 一个星球的质量 什么量 量一个巨大的比较 想量个星球质量 陈云南节的乔环就用 用重力 对 或者是万有引力 那首先我们要先知道 重力 我们就是会想要重力理论上是 我们知道质量跟质量之间的关系 一个质量跟一个质量 它们之间是有个吸引力的 有个关系在的 它这件事情被提出来生气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提到一个 它观察 各个星球 或者是 彼此间有很多关系的时候 它提出一个叫万有引力 的概念 它认为这个万有引力跟谁 成正比 跟谁成正比 跟谁成正比 质量 距离 跟距离 跟距离 什么东西成反比 跟质量成正比 跟谁成反比 距离平方成反比 距离平方成反比 因为它发现距离如果越远呢 它的引力越小 对不对 所以它是情绪的万有引力公司 这种数字都可以是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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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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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拿两个物体 譬如我先拿一个东西 两公斤 再拿一个东西 两公斤 放在一起 它会有吸引力 会吧 所以这吸引力 拉到这边 好 你看这是两公斤 这是两公斤 距离呢 如果很近 假设放在一公尺的半分内 就是一的平方 它应该有四 什么 四个什么 四个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因为牛顿自己在定义力的时候 它用一个F等于MA 来定义牛顿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希望它等于四个什么东西牛顿的时候 会等于四牛顿吗 有这么大吗 还是很小 相当小 相当相当小 G是相当相当小 这可能是10的负 19次方左右 很小一个的因素 所以你看 乘起来就要四肩蛇 不有十方 所以两公斤 两公斤 你会觉得这两个东西有吸引力 基本上在我们的感官尺度里面来讲 会觉得没有吸引力 会觉得没有吸引力 但是这个是多少分量 这个区域是多少分量 好 但是可不可以测 这个区域可不可以测 也就是说假设啊 假设我知道 我在地球上 一公斤在地球表面 它瘦了一公斤重 瘦了9.80度的力往下吸 我也知道了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个是我知道 一公斤 我也看到地球表面 这个R是半径嘛 地球半径这边 好 我知道这是9.80度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求得地球的质量 在这边几个位置数 这个固定质量知道了 这个距离 这个地球质星的质量 距离知道了半径嘛 我们那里讲可以量 比如说他就可以知道质量了 地球质量就可以知道了 缺个什么呢 缺个区 缺个区 如果就要把G找到了 我就可以知道地球质量了 因为这边 这个力也知道了 好了 那所以G多 G什么量 这个问题 是像当牛顿提出 这个外引力公式的时候 他会想到说 这可以来量地球的质量好 但是很可惜 他提出这个公式 到真正量出地球 你要不要一个G 又隔了50年到100年时间 牛顿死了之后 牛顿死之前都没有找到嘛 那为什么要找不到方法 这其实也是个故事 铁球对你做出这个实验 他做什么 他拿一个很重的重量的铁球 给你用一个很重的重量的铁球 那不要多了 那后来 还用包线啊 对对对 找角度 找角度 他用一个很重铁球 但是他在那边绑起来 在挂一铁球 这中间是一个杆子 他在旋转的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鐵球 這個鐵球的質量跟它一樣 這個質量不一樣 所以這個如果從上面看的話 它大概是這樣子 那是問題喔 反而旋轉 它旋轉 所以說假設這是有吸引力的話 它可以讓它旋轉 我把這兩個鐵球拿開 它每次要吸引它轉回去 因為這條繩子它沒有一個張力 所以它旋轉它需要受力才會旋轉 所以當我這兩個鐵球換上去 它轉的角度比較像受到一個力 受到重力的影響 可是很可惜喔 這個球雖然已經很重了 它用了大概只有五百公斤的球 還是看不到它會旋轉 因為它旋轉的角度比較太小 所以後來證明這個事情的科學人家呢 他是發揮這個事情 他有一天走一走走一走 就看到 欸 鏡子 有小朋友在玩鏡子 他後來就把鏡子放在這個球上面 我打了一個光給它 他用旋轉的角度很小呢 反正是可以彈到這邊 反正到這邊 但是轉的角度很小 他還是可以讓它有個距離差 對不對 又來了 這是一個三角 是不是一個三角的 我的距離越遠 我這邊可以越容易給你撕出來 到底轉了多少 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順度轉了幾度 接下來它要怎麼 在分析說 我要讓它真正用力去拉 我真正拿個東西去拉 我那一刻重的力的時候 那一刻的力量的時候 它可以轉多少 我這給分析 轉的角度 跟所需要的力 有個關係在了 這關係就找到了 接下來我就分析 這兩顆球去吸引它的時候 轉的角度 就找到了 所以再把角度轉換成這時候的重力 終於找到之後帶回來 你看 這個球的質量都知道了 所以大量的團員都知道了 半斤也知道 他們兩個之間距離是要怎麼 對不對 所以G就求得了 G求得之後 我就自然來回求地球的質量了 對不對 所以這整個實驗是這樣 其實說過也沒有什麼很了不起的事情 可是因為這樣 我們可以分析 宇宙中所有的星球的質量了 對不對 會不會都放在分析 好 所以物理很有趣 就這樣子 其實這是物理 這不是化學 但是 事實上化學在 物理跟化學在有些 有些地方是還蠻相近的 所以 事實上在以前的科學家 不會刻意去分說 我是物理學家 我是化學家 沒有刻意去分 他們有時候是 做了研究都蠻相近的 好 那溫度我們今天已經講過了 我們不講了 好 回來 第一章就到此結束了 第一章後面有三十一個屏幕 他說有細題 三十一個細題 你們自己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 你會做的就會做 不會做的你應該看 題目就不知道他說什麼 麻煩你把 看到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題目 下次上課的時候拿出來考驗 好不好 也沒有很多題目 三十幾題嘛 不早時間做一做 就看看他在說什麼 這題目在說什麼 然後你看這題目 你感覺 你有沒有那種感覺 這題目 我知道他在說什麼 然後 你的解題方向是什麼 大概知道 好不好 所以有感覺這樣 如果你 看了這題目 沒有感覺 那表示 你對這部分 沒有理解很好 所以 你可以再把前面課本翻一翻 如果還是搞不清楚 就要找誰來找我了 好不好 好不好 跟自己同學討論一下 OK 好 我上禮拜跟你們講那個 遊戲 我 放棄了 沒有放棄 誰放棄 你放棄了嗎 沒有 考慮一下 我 我會邀請 那個 邀請 他們現在 兩人三人幾 你要邀請 別人的教導 對啊 昨天我問那個誰 問家鴻 家鴻說他 他覺得也可以找CP代表嗎 我覺得也 他在講我 我知道為什麼要找CP代表 用嗎 他沒有高中的學程自學 那現在開始 之前也有 也有 也有 不多 但也有 他們以前高中一直辦的就是說 國中結束之後 他們就沒有做團體自學 就是個別去辦 個別是學 我知道 但是就集中到CP代表來上一些課程 還是有 OK 沒關係 那這東西是 反正就 我們 想辦法再輕盒湊的這種 那輕盒連一個都湊不出來 就會有點 小尷尬 對不對 什麼 我說代錯本 代錯本 我後來去拿一下 你說筆記本 OK 那個我們的課本就這一本 所以 麻煩每次的 上課完之後 你的預期就是我們看看 你不用再告訴你進度 就是往下看 對不對 那你有空的話 你會看到第三章 第十章也沒有關係 你不是往下看 那預期就是 看到說 你認為有 有可能 你太幸福 的名詞啊 或者是什麼 你不知道 你沒辦法解釋它 你上網也查不到它的解釋 或是它解釋 你搞不清楚了 就把它圈起來 我們上課就可以討論 好 好 好 呃 你要再等所有東西卡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前面 在前面嗎 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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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學長跟我講 他說 他這麼多器表 還是要背 那我不確定 你們 背這個位置 會覺得很困難 那假如 要把 比每個 十倍呢 這不要 十倍 其實十的背 就是背 第一組 第二組 那還有 第 還有那個 非金屬之下的 左邊 右邊的那一邊 都要背 從第幾組 第3A 4A 5A 6A 7A 還有8A A的都背 A的都背 那 橫的部分 就是背 第一列第二列 這幾個 找時間 拔手一下 這幾個 找時間 拔手一下 然後下一次呢 下禮拜五上課 我會拿 一張 給大家 空白的 給大家試試試看 看 那你看這個 基本上你可以知道說 它的原子量都有關係的 對不對 所以原子量還蠻好記的 對不對 你只要整個位置知道的話 原子量就很辛苦了 然後 然後 終點是那個 英文字跟中文字的對 對齊 你要知道說 譬如雷是什麼 那你看到說 後面的 比較後面的幾列 譬如說 第4列 第5列 記的不是很清楚 那還好 因為那字路畢竟比較少用 但前面3列4列 一定要記清楚 前面3列4列 譬如說 李娜 假 不要寫說 我先寫個東西 寫出來 然後你說說 這K有什麼意思 寫一線 K就是假 所以拜託就是要記得 不然的話 我們慢慢的 這其實就是另外一個語言 在學語言就是這樣 你學英文 你要背英文的一些單字 數學 數學 數學這些 它的概念 譬如說fx 譬如說 數學老師寫個fx 你應該這樣講什麼 這是數學語言 對不對 寫這個 小魚 寫這個大魚 這是數學語言 你會記得它 對不對 旁邊講這就是 化學的語言 你化學語言還是要熟悉 好 回來我們看到第二章的第一節 第一節叫做 元素的命名 分布 符號 這需要講 不用講 命名很簡單 就是可能有些希臘文 拉丁文 德文 基本上這個元素是哪個國家的科學家發明的 他會用那個國家的字 或者是它的意義來決定 有些是比較原始的 譬如說像是金 這比較老的 比較老的存在的元素 他可能是用的是拉丁文來命名 因為他比較少被確認 那後來被發現的一些東西 都會用科學家 當時的 有些是用科學家的命名 的名字 或是科學家的所在地 或是這個 比如說被發現的地方來命名 不一定 那在寫的時候 原則上 化學式的原則上 假設他簡寫 一個字可以代表的話 譬如假 沒有人跟他一樣 他就用K 假設有人跟他一樣呢 譬如說 C A 鈣 跟C 碳 這兩個碳應該是被先被發現的 碳先被命名 碳已經被用掉C了 所以當你發現 你蓋的時候 你不是只用C啊 這樣就會搞混 所以他就有在小一個 小寫的英文字中上 來做區別 這是他的原則 有B嗎 B 有啊 有啊 有像A A啊 沒有 為什麼沒有 A N 不知道 沒有A 為什麼沒有A A還蠻多種 以A開頭的啦 AL啊 AG啦 AS啊 AR A還蠻多的 以A為開頭 但是沒有單純一個A 我不知道 可能同時間發現的時候 就是 有知道有兩個A為開頭的字 好 就沒有人用A為 為手 沒有用A為手的字 所以 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情 在我們國中沒有學到的東西 就是說 他這邊有其實兩個東西 我覺得蠻有趣的 第一個是 地球 地殼的元素分布 地球的元素分布呢 地殼的部分是以養居多 好 養居多 那 人體的話呢 養也是很多 他的百分比都是重量 重量百分比 重量百分比 這可以參考一下 下面有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 其實對人體也很重要 這些東西影響的是那個 神經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內分密系統的一個穩定性 好 那元素的分別 知道嗎 可以看這個元素桌子表 就可以看到 金屬 金屬通常在命名上 他會用金為 副手 但不要 比較清楚的分別 什麼分別呢 這張紙反而沒有 這個錶本來沒有很清楚 這錶在基底就一直結合 這張比較清楚 這張錶他有分液體被液體啊 固體啊 氣體的分別 那這邊過來看的話呢 氣體 氣體有沒辦法從這邊看過 但這張錶有氣體 他用顏色來表示 然後 這個顏色 沒有吧 他的顏色 他的顏色在後面 他有個右下角 有個小點點 我說這張角 我現在找到這張角 或右下角的小點點 來決定他是 三胎是哪一胎 看他的自首就知道 自首大概可以猜一個大概 但是 你看喔 比較特別的是 同系者 身體 地 服 二 這幾個東西 你看有的是十字邊 我們會認為他非金屬 有的是金字邊 我們會認為他非金屬 可是這一區的金屬 這一區的東西 他屬於 類金屬 或是有人叫他半導體 他就介於金屬跟非金屬之間 介於金屬跟非金屬之間 那你這一區一塊 再往左邊 往右邊來看的話 右邊的 都是非金屬 左邊的 除了青之外 都是金屬 簡單來看這樣 就可以分成金屬 就是這個意思 好 再回來第二季 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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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 沒有 好 沒有 那就打開這樣 那寫重點好難寫 寫重點很難寫 寫重點很難寫 沒有重點 沒有重點 也不會沒有重點 他大概就幾個 幾個 幾個概念 你有沒有 重點 重點 只要這個 這一章節的 第三面 就是重點 圓球分不分 圓球組 這個也是重點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決定你的重點 好不好 不要完全沒有重點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元素的 元素的組成 其實早期在我們 早期的哲學家 像以前的科學家 跟哲學家 事實上沒有什麼區別 他沒有特別去區別 我是科學家 我是哲學家 或是說 那是什麼 你看哲學家 那天 那個 老師他講的 哲學家的意思 意思是什麼 真正 蛤 不是不是 他那意思說 沒有給 哲學家在追求真善美證 但是 哲學家那個字在希臘字 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它就是 喜歡智慧 啊 智慧怎麼來 智慧就是去探究一些 對 世界萬物的道理 把這世界萬物的道理去做一個區別 所以很多人 那區別 你怎麼去做一下 就是說 你怎麼表示說 或者你怎麼都知道的東西很多 你就會去搜尿很多訊息 然後在你腦袋裡面做分類 所以你覺得這些大部分都做的事情 就再判別說 你知道嗎 所有的宇宙萬物是由四種元素所構成的 它會有四種元素 哪四種 什麼 蛋 不是 豆豐 不是 文化 不是 文字 不是 這種 我說宇宙萬物構成 土 不會用 那個木頭不是用那個 不是用那個什麼 不是用那個什麼 西菌 不是西菌 他也不知道西菌 那時候也不認識西菌 水 有水 金木水火 風氣 有風氣 土 木 金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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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四種 你是火還是空氣 沒有空氣 沒有空氣 最後有錯 金木水火 火 兩個火 两个果 到底是什么? 金 是金吗? 现在都在录影 因为金木贼我挺暗光 不是,那是东方的说法 我正在讲 不是,希望到这四个元素 哪四个元素 能量分量 能量分量 你会忘记说 会不会这四种构成 讲这四种 我忘记,应该是这四种 有没有金啦,我忘记金还是空气啦 这要讲我忘记 金是什么 金是 不是,它土 土是可以 生出弯物的东西 又可以生出植物 可以生出人 水的话,它可以生出很多动物 所有动物都需要水 所以它认为水是基本的主 火的话 因为我认为火跟空气很相近 所以我忘记是哪一个 它说火是属于向上飘的 所以气类类都是向上飘的 只要是向上飘的 都是以火为元素 构成的东西 那土是向下的 所以因为这个是 什么火向星座 水向星座 它是向上升或向下沉的 就是在那个时间点 它这个星座的位置是 向上或是向上 向下或向上 它会跟这个是相关性的 它跟这个占卜占星部分 是有点相关性的 它是这样的定义 因为它想去归纳 说这些宇宙观物的元气是哪些 是从那边开始的 像是归纳这些东西 所以它们在找这个道理 所以它们也归纳出一个概念 那到了18世纪之后 17世纪18世纪是开始不满足 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占星占 占星术也是啊 占星学者 他们在研究这些东西 因为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不对 他想研究它 那这些就可以找到 那这些人有些 跟炼金术就相关了 像牛肉就很典型 他也是在炼金 他去炼金术 没有炼金术 他们认为金子是一个 密度很重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只要找到 密度也很大的元素呢 去好好的炼它 熬煮它 说明它是可以炼金子 它其实是一个很贵的元素啊 所以我只要找到方法 可以炼金子 我就可以赚大钱 所以它不是太成本了 欸 经济还是很重要嘛 不管你怎么样 经济还是很重要 那很多人 他都研究的时候 他发现 他其实后来 他们有些是嘴蜜动物 因为那时候大部分 他就已经做实验了 所以很多人已经就这样嘴蜜动物 可是后来就慢慢 他发现 诶 其实有些东西 是很基本的元素 他被发现 他被发现 他被发现说 他其实好像 没办法再分解成其他东西 所以他们陆续去 找到一些 基本的东西 就是他没办法再被分解 因为他们其实 在做某些东西 其实我们 当国中的讲 洋花繁原嘛 所以他可以把很多东西 繁原回来 繁原回来 他一变基本元素了 他没办法再被分解了 他没办法再处理了 他一直回来的很基本的形态 所以他就开始给更新的元素 他就开始发现一些元素了 然后 大家全部都猜 那到底过得四些万物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什么东西来过得四些万物 也许不是亚里之后的 都想这些东西了 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 所以就有个特别要提出来 嗯 我认为啊 其实从那个 这个捕克有关系 捕克不是发现了 捕克发现什么 捕克 用显微镜之后 他发现说 原来植物 是有 一格一格的细胞过程的 所以他就下一个很大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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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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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生物都是由西方塑层的 诶 这东西后来被证实了嘛 那科学家 事实上我们 你要知道 所有的研究 所有的想象 都是根据前面的历史 都是根据前面的发现 所有做元素分析的科学家 看来假设 诶 那会不会所有的物质 事实上都由基本的元素 基本的东西所构成的 不能再分的东西 我们知道 这是原子 可不可以 我们可以说每个物质 我都把它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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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不能再切了 它就是一个原子 好 就平常讲究一下 原子说 Atom 它就是不能再分了一个 小颗粒 一个物质 我们做一个物质 简单来讲 物质就是具有体积 具有质量的东西 就是物质 好了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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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开始假设说 物质 在第三三页里面 他就提到说 都是道尊奇的 他的原子说 他说物质是由许多 不能切割的粒子所构成的 相同的元素 组成的原子 是一样的 而且性质相同 所以他们知道说 很多不同的元素 是由不同的元素所构成的 但是原子是构成 物质的基本元素 化物 他们也知道说很多东西 譬如说 诶 我这边看到我们物质 我经过果子燃烧之后呢 它可以分成 这样的东西 跟这样的东西 而且这两个不能再被分割了 所以他可以知道化物跟元素之间的差别 他们当然也知道了 所以他提到化物是由不同的元素所构成的 化物是由不同元素所构成的 化学反应呢 只是原子之间的重新排列组合而已 它这个是四个基本概念 原子所有的基本概念 好 这个学说提出来之后 在当时要解释所有的 一些化合作用啊 或者分解作用 都还蛮ok的 已经可以解释的蛮完整的 那 他要解释这个所谓的 物质手臀定律 也是ok的 因为 他可以知道说 所谓的物质都存在 所以质量影响不止变 然后他也做过实验 他有些物质会消失 所以他变成空气跑掉了 空气跑掉的时候 你不到 所以会觉得质量不见 事实上他整个质量是通知在这个 我们的手臀在实验里面 好 那 那 接下来 我们就继续发现啊 因为我们真的要去把那个 一个原子都切割 分开不难 你要把一个物质切割 切割 切割 切割到原子的尺寸 是在开不难的 那请问一下 原子的尺寸的东西 怎么不够观察 怎么观察 是显微镜啊 显微镜有观察的极限喔 显微镜观察今天是什么 我现在看得见你们 为什么看得见你们 因为视线到原子 在什么 视线到原子 在视线到原子 所以视线范围 内 所有的光线都会 就进到眼睛 对不对 那有没有可能光线打到某个物体 但是那个物体不会反射它 反射的光线出来 什么样的物体没有反射光 黑洞 黑洞 那在我们这个空气里面呢 基本上都可以 基本上都可以 基本上都可以的样子 但是它有可能没有办法 空气不行 为什么空气不行 因为看不到空气 看不到空气 因为它本身是痛的 或者是说空气不行 或者是说空气不行 质量不够大 什么意思 质量不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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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质量的问题 不是 为什么质量不够大 它没办法反射光线 质量不够大 质量不够大 好 我们举个例 因为锅是种锅对不对 假设这是一个池塘 我这边有一个石头 我一个坡 我这边一坡 我这边一坡 出去了 我做到这石头 会发生什么事情 反弹 会反弹 有没有什么情况 这个坡不会反弹 然后这个坡 因为脚都 弄不了 是这坡 你说这坡很小 然后它动不了 怎么样 叫做动不了 就拨不电了 就能力不够了 能力不够了 好 不是这样的问题 拨 拨就是能量太小了 它还是有一点点的 它才会有一点点 它就会反射一点点 就是那一点点 你要完全消失 那它等很久很久 才会完全消失 基本上不太停 完全消失 好 饼人是什么 它很软 因为石头很软 石头很软 它是水波足流 所以那个拨 跟它的影响就是 拨到它就 跟得动 它就不见了 这有可能 还有呢 被石头掉 跟它讲很软 有点感应 就类似 它有什么情况 不会产生反射 反射 它会过一些 同样的 对 对 OK 基本上它是跟波 形成类似著作的概念 所以它 没有 它不会是能回波 OK 它飘在嘴上面 飘在嘴上面 意思是一样 我们来想象一下 这石头开始缩小 小石头 很小的石头 当然是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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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 我的程度之下 它就不会反射波了 因为 它没有足够能力去反射波 我们之后 我们之后看到这波 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波 可是它如果小 小到它 没办法反这个波 我就没办法看它 那种波的存在 就小到 可以穿过波的空隙 小到波打不到它 而波 都没办法在它身上形成一个完整的影响 或者是说 假设波是这样 假设波是这样的前进 这是它的政府 这是它的波长 对不对 我们说的东西 呃 我们上次 这 这个不是 这是物理科 我们博多部里面 讲到那么多 讲干色跟饶色的问题 都简单讲到摆色 那摆色也讲很多 那事实上 像我们那时候 讲到一件事情 是讲到 我们讲一些东西 有 讲到说 收音机的波 有没有 收音机的波 跟回波 还有跟 AMFM的差别 有没有 AM FM 这是长波 这是短波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微波 微波怎么形 微波是叫做 医科科 哪一个波比较容易穿透 微波比较容易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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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微波很小 它比较容易穿透 什么东西比较容易被干扰 AMFM AMFM AMFM的波很长 它很长 会长到 比如说 我们这个建筑 它根本打不进来 因为它波进不来 它波比窗盘大 它怎么进来 比如说 对 它就没办法去 就会 我在收音机上 我等一下找 找角落 波可以刚好卡进来的地方 它可以收得到 不然AMFM就收不清楚 那AM有的不然 AM的影响很大 AMFM就还好 AMFM跟那个能力值 它的频率比较小 它的波长比较短 所以它基本上的上部 动态都很好 都不太会受干扰 1-2更好 可是 方法来讲 这个要产生比较高的能量 这个能量比较小 需要一点能量就被 因为波长比较短 波长比较长 频率比较小 频率越小的 频率越小的 它的能量越低 频率越高的能量越高 这是波的概念 那我们 波希望它 反射还是不要反射 希望它不要反射 可是AMFM是希望它多一点反射 它都不用紧张开 它如果没有反射 我波会打进来这边 就打不进来 碰到下面就反射走 对不对 可是 反射 它因为它到处都可以反射 所以它可以再反射进来 因为我们太多固体了 碰到处也可以反射进来 碰到处就可以反射进来 对 可是它波很大 大了不能反射 它不容易反射 因为波很大的时候 它东西对它来讲太小了 它没有办法形成反射 波就直接迈过去了 欸 简单在讲 这个东西很大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波过去的时候 就形成两个波 就形成两个波 然后再波回波 当我这问题要点小的时候呢 想到比如这一条线 我这波基本上就是直接过去 这边的波 这边的波 反射波基本上是放不太清楚 基本上不清楚 所以你的物体大小会影响到反射 好了 所以我们来看空气 刚才曾经讲空气 没有办法反射光线的问题 空气是不是一个物质 空气是一个物质 它有体积有大小的质量 那我们的反射的情况 只跟体积有相关 那它因为体积太小了 调到光线基本上就是 直接过去了 光线就直接过去了 所以光线没办法在 在这个气体分子形成一个反射 所以我这个体积有相关 我这空气分子 空气分子很小 所以我没办法 空气没办法在气体分子上 光线没办法在气体分子上 产生一个反射 所以我没办法反射 我就只要看到它 简单按钓 所以 所以事实上我们显微镜头的限制是 当东西小小到很小的时候 我是看不到的 因为它是光约限制 所以不太可能说 我先一直放大 无限制放大放大放大 放大我就可以看到它 没办法 它有光约限制 当你的波长已经 当它的本身大小于小于光波的 波长的时候 你的光约小于光波长的时候 那现在有新的做法 我还没研究好 下次研究好了 跟周恩分享 怎么去用 现在的限制去看 比光波还小的物质 那可以 如果被那个FM波长到身体 不会有什么 它能量很小 事实上 目前的研究好像没有真正发现到有什么物质 但是有些人会反对说 比如说你这个电台的电塔 然后发热的电波的电塔 你看 就这个电塔 它发热的电波 一定是真正最强 现在慢慢越弱 因为这个打银盲成反比 你越野的地方 这个电波就越小 但越近的地方电波很强 所以我住在电塔下面的人家 他们就反应说 我住在这边 你会影响到我的身 这个健康啊 你的电子波太强了 但目前来讲 没有很清楚的证实这个问题 没有清楚这时候 这个电子波对他的影响是什么 他不知道 但是有些人会认为 有影响 所以他不喜欢这样子 好 好 好 接下来 那我们在研究原子的时候 就开始想说 那原子里面 到底有什么其他东西 这些其实是意外 在原子学都被提出来的时候 道论 原子学基本上 他也没有被反对 他就觉得 那其实也蛮有道理 然后接下来有的人 然后翻面一个叫做阴极射线 什么阴极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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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讲 他就是 因为那时候电也被发明 电已经有了 他就是拿一个东西 一个平板 中间打个洞 给它 带阵 另外一个阴极 给它加热之外呢 给它带固电 然后 这边有个银光幕 会发现 有个东西 会 看到那边形成一个亮点 这就是简单来讲 这是阴极射线 好 刚开始做阴极射线 之后 大概有点不太好 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是这个样子 那另外一个 在研究原子 原子学说的 在研究原子学说的人 他看到这个事情 他就说 他想要 他想要打出一个东西 什么 蛤 他说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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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很好說到底什麼東西被打過去了 這是什麼 電池 當時他還不知道電池的東西 因為電池還沒被發現 他只覺得說 那這中間一定有東西過去啊 因為燙不見了 我們眼裡燙不見了 一定有東西過去啊 他還不知道什麼東西 他就演著他 他其實他是一個 應該從這個原子 從這個原子跑出去的固執 從這個原子跑出去的固執 那表示說他事實上是 應該是某種顆粒 所以我們要說四原子顆粒 四原子顆粒 就是你原子才小的東西 四原子顆粒 因為你可以去分析 當我這樣子 這個你一直在打打打 我這個東西質量會減少 我可以知道這個怎麼符合 我所謂的原子質量會減少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你看這東西 是不是有被分解 他上去都沒有 比如說打出一個是某個東西 就是原子本身 原子本身沒有消失 他打出一個是別的東西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他就想去研究他 不然那個研究呢 他就在上面加上電場 他先把這東西呢 先抽真空 假設這裡面實際上是沒有東西的 他先打成抽真空的基礎 先搞一個基礎把抽真空做的 這灌类已經是沒有東西的 但是這個性感的存在 接下來他就把旁邊加上電場 發現他會偏擺 他會偏擺的電場 有偏擺 比如說什麼 有正負 有正負 比如說他受正負的影響 那他自然偏擺 所以他受了一個什麼 向上的力 向上的力 他受了一個向上的力 好 有的力 有的距離 有的速度 假設他這邊是有的 受到一個加速度的 對不對 那你可以從他 移動的距離去分析 他的加速度有多少 假設這距離我們知道了嗎 從這邊到這邊我們知道是多少 假設這是一公尺 或是一公尺 我們知道是使用的 然後是一公尺 一公尺 一公尺 他移動了五公分 他移動了五公分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 他的加速度是多少 我可以推出出來嗎 我推出他加速度的時候 加速度在乘上他的質量 是等於力 力我可以推出 因為他是帶正電 我這邊是帶負電的話 假設是帶負電的東西 因為 還會往上吸嘛 慢性帶負電啊 這負電我知道了嘛 可以往上吸 所以 往上吸 是負電 從這個偏轉 我可以知道他質量 誒 那我得到什麼 我是得到 有個東西 我經過這樣計算之後 我得到這個 這個帶負電的東西很小喔 比一個原子還小喔 不用走到一個原子還小 所以這是一個比原子還小的例子 所以就發現原來是有電子的東西 他沒有要命名的電子 有一個東西 他 比原子還小 小大概是將近1800倍喔 1800倍的質量 然後他可以帶負電 所以他發現這個 叫做靜電的東西 那發生靜電事實上最早 我們看到說 我們經典發生這個電子 再往前我們可以說 我們推測有靜電 我們推測有電子的東西 這個問題事實上是跟靜電比較有關 靜電會有吸引力嘛 摩擦之後會帶電嘛 他們已經在拆的時候 有東西不見了 有東西跑掉了 所以電子會轉移 譬如同那個物體 轉移到這個物體的時候呢 電子轉移過去 我們說這邊帶負電 這邊帶震電 震路面就會相吸 所以 本來就有這些猜測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個 又有一個特定家 叫Thomson 他說 我覺得原子啊 是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 真的沒什麼乾 你就亂拆嘛 他有一天吃布丁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種說 葡萄布丁 他吃布丁的時候 發現說 這葡萄乾敲在裡面 他說那會不會吃的東西 那會不會原子就是長這樣 原子就是 某個物體 中間有一小堆一小堆一小堆的東西 然後 他是鼻子涵蓋的 這邊帶 鋪墊 這邊中間帶正鋪 好 那是鼻子混在一起的 所以這形成一個原子 這是一個說法 因為你也不知道 你也沒看過 都不知道 所以就提不下一個說法 好啦 那也沒有關係啊 後來今天 電子槍 發現那種事 發現這電子槍有點重的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然後 又已經亂故事 其實在那個年代 陸續發現很多事情 我們把這邊找出去 稍微休息一下 有人發現的 那時候是誰 距離夫人 距離夫人發現什麼 發現放熱性的元素 他是找到雷 他找到雷原子 也發現了 也發現了 也發現了這個放熱性的元素 放熱性的元素 然後放熱性這個被找到的時候 他發現放熱性是讓他打出一些 原子 然後他就把放熱性的元素放在裡面 就牽絲了 所以他放熱性會被牽絲 所以他放熱性會被牽絲 中間有個洞 所以他會打出放熱性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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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害元素的 文化也知道 它是害的原子核 害的原子核是代正電 害的原子是代正電 像放在電子裡講 這是雷好了 雷就是會打出害的原子核 就是一個 因為它是整個核反應的關係 所以它打出原子核 它代量正電 好 所以它就拿這個 那我就撞到碳 撞到碳這個東西 你覺得撞過去怎麼樣 撞過去 不是喔 它就認為撞到碳怎麼樣 就像是子彈 我拿個槍打個木頭會怎麼樣 打個洞 打個洞 打個洞就穿過去了 所以它想像中 我撞到一個原子的板 我把那個雞婆 就是它伏地上 因為你必須很薄啊 假如我拿一個子彈 去打一個牆壁 只要不要擺盤 所以想說 我想看看 假如我打一個很薄的 跟我子彈 稍微要厚的 一張指揮的木板 想看它 應該穿過去 想看它穿過去 這樣 它做一個很薄的 鋁箔 去打它 它故意的結果 就 砰 就砰 鋁箔 就鋁箔 就鋁箔 這樣 那鋁箔 轉過去之後呢 這些東西都是什麼 都是一些 它用什麼東西來收集 它用螢幕來收集 這個氧化心 就是說它接受人家 會轉換它的物質 它會變化 流化心 是它有點像筆片的結構 所以它產生一些感光的效果 它估計在那邊很亮 欸 結果它發現它錯了 因為如果是撞起這樣的話 它會形成一個比較 一個角度過去 但是這樣就在這邊 結果它發現不是這樣 它發現是 大部分 都是一個小角度的一個集中 少部分這樣會 噴 躺在這邊來 噴 躺在這邊來 會有反彈的現象 它就覺得很大 怎麼會這樣 怎麼解釋這種現象 大部分都斷鑽了 少部分會反彈 心力率會有問題 心力問題 我一個子彈打到牆壁 會有反彈的 會有反彈的那種現象嗎 怎麼可能 打一個木板會有反彈這樣 怎麼可能 你這樣會有什麼木板 我剛剛都很薄很薄 所以是木板 我用子彈打木板 怎麼會反彈成這樣 怎麼會有其他人 不太強 神力分敗 還要不太強 有其他人 沒有其他人 反彈 反彈 指彈的力量不夠 指彈的力量不夠 再講一遍 水不是平的 誰不是平的 金箔不是平的 金箔不是平的 金箔是金箔的 有多量品 但是當時不是平的 大部分怎麼樣解釋 為什麼不是平衡 大部分也寬鬥 少部分被反彈 打出來力道不夠 打出來力道不夠 然後為什麼大部分冠斷 因為 誰認為打出來有做很強 有做很弱 有做很弱 大部分都強 大部分都弱 少部分是弱的 這 變成電子嗎 就是說沒有一顆的 然後就有電子 有時候你還真的都找到東西 不是有時候 事實上 OK 我們先講一下柄的猜測 我們大家亂猜 別人猜就不能說他錯 那別人猜就是說 打出來就是太原子核 有時候很快 有時候很慢 就跟子彈有時候 很快的子彈就冠斷了 很慢的子彈跟頭的棒比較 撞到牆壁就彈回來 有可能這樣子 所以這是有可能的 我不能講很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怎麼去分析他的強弱 我們那都沒辦法分析 可是這個科學家 這個科學家 叫做拉賽浦 拉賽浦的自己推測比較像是 就是智姐所說的 他想說 那會不會 其實原子不是這樣的結構 原子的結構比較像是 我大部分的東西都在中間 而且是帶正面 我少部分東西在外面給我走 跑來跑去 而且這個空間實際上是很空的 非常非常空的 這跑來跑去 這墊也太小了 因為從剛剛的那個 陰體射件的狀態 也知道說 這個會跑來跑去 這東西又很小 枝架很小 1800mD左右 很小很小 所以我的東西 打過去的時候 大部分會從這個空間穿過去 大部分會穿過去 少部分的機會會撞到這個 因為我這個出來是正墊的 這個也是正墊的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我正墊跟正墊的狀態會反彈 那好了 從那個科學的基數 有沒有辦法分析 這個速度會固定 事實上就有辦法了 很簡單的 因為我就用正墊長 跟固定長 我去分析 他會轉彎對不對 快的 轉的少一點 慢的轉的多一點 或者他 有沒有啟動就好 如果他出來的東西 都啟動在這個點上 我就可以知道 他技能上沒有所謂的 快慢差異的問題 事實上他沒有快慢差異的問題 所以 這個學說比較合理 所以他是 大賽的那個 新的一個學說 所以他在想 一定是有個核心在中間 旁邊呢 是很多墊子跑來跑去 假設他認為墊子 是有一個固定軌道的 就跟我們現在的新手一樣 有固定軌道的 好 這邊有墊子在跑 這邊有另外的墊子在跑 這邊有另外的墊子在跑 那合理啊 你看墊子被墊 墊吸引 所以他形成圓圈在跑 形成圓圈在跑 形成圓圈在跑 讓他繞了核心在跑 好 他形成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大賽就是提出 像形成圓圈的假說 好 先休息 幹嘛 有這麼累 有沒有那麼累 誰啊 好吧 。